菜行门口凌晨三点左右 司机开车准备要倒车装载蔬菜 结果下车的时候发现 车底下躺着一名富人 消防人员到场利用了千斤顶 把车子抬高才将富人救出 但送一之后还是回天法术 凌晨三点左右监视器画面看到 破车司机准备倒车进菜行 这时一名富人正好经过被撞个正着 但破车司机没察觉 车子继续倒车 来到灯光明亮处时停好下车 一旁菜行的人员才发现 车底下怎么躺着一个人吓坏了 第一时间菜行人员企图开堆高机 将车子撑起不过没有成功 意识到消防人员货报赶到 利用千斤顶才将富人救出 不过他已经没有呼吸心跳 这期车会意外是发生在凌晨三点左右 当时蔬菜行的员工准备 还将停放在外面的货车开进来 装载蔬菜出货 没想到出了意外 警方调查三十八年次的富人 也住在东区 怀疑可能是早起沉运 不幸发生憾事 习近平在走路的时候 他有看到车子在倒 他就往里面走 结果车子没有看到 是往后退的时候才到 才撞到他的 旁边是一个国小 他可能是不是要到国小里面 去做个运动 肇事驾驶说到车过程没有感觉有撞到人 一度还怀疑富人是否早在车底下 不过今世纪画面还原真相 至于详细的肇事责任 以及当时富人究竟为何从那个地方经过 警方还要进一步调查理清 继续网声讯王英章台中报道